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饭店的三等奖都比他好吧 他朋友笑得很大声说 知道翔哥看不上 不然给我好了 卖了还能上几回网 你要 那给你 陆翔嫌弃地甩给他 视线正好和我对上 后来在同学聚会上 听说陆翔找了我八年 我和陆翔对上视线时 他表情微僵 拿着手表的男同学 尴尬地挠了挠头 然后说 要 要不还给你 我看着他手里的手表 被蹂躏得不成样子 一看就没有被好好珍惜 这表不算好 小一千 但是我攒了将近一年 都是从饭前一块一块省的 我的视线落在陆翔手上 他今天戴了表 我认不出来是什么牌子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手上的表比我送得好多了 我沉默地接过陆翔朋友手里的表 看向陆翔缓缓说道 对不起 我自己处理吧 陆翔垂着毛子 抿着唇沉默没有说话 我难堪地摩擦着手里的表 扭头就走 经过校门口第一个垃圾桶时 我心一横 直接将表扔进了垃圾桶 我回过头 看了他一眼 他漫不经心掀开了眼皮 嘴角勤地笑 眼中满是细血 我一愣 垂下了毛子 很难堪 我的暗恋 那时的我不知道 陆翔的这一眼 几乎成了我的梦魇 回到家 我爸坐在门口 口中含着廉价的烟 满脸愁容 我妈不在 他递给我一张报告 里面说我妈得了乳腺癌 我爸很吸了一口烟说道 乳腺癌治疗下来要十几二十万 我跟你妈商量 不治了 你妈说 想吃我做的红烧排骨 你去买 过会我去把你妈接回来 我不信 来回反复翻着那张报告 颤抖着声音说 确诊了吗 这种很多错诊的 明天我带我妈再去看看 这一定是误诊 我倔强地看着我爸 我爸双眼通红 就那么看着我 没说话 那一瞬间 我的泪就流了下来 止不住 最后我哭着说 我不读书了 给我妈治病吧 我爸低着头 我知道 我爸的难过不比我嫂 我爸右腿残疾 当时只有我妈愿意跟他 不嫌弃他 一直鼓励他 虽然我们家穷 但是我爸和我妈很恩爱 初中 班里的同学都开始有了自己的信仰 我问我爸 老爸 你的信仰是啥 我爸不懂啥叫信仰 我大概给他解释了一下 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道 我的信仰就是你妈 后来 我也有了我的信仰 我想长大赚钱 带我爸和我妈看看这个世界 现在我爸的信仰崩塌了 我的也是 我握着我爸的手自顾自地说 我不读了 去打工 我们去北京给我妈治病 我爸吸着烟 没说话 但我已经决定了 我让我爸去把我妈接回来 然后收拾收拾东西上北京 我自己则回了学校 走到一半的时候 开始下起了雨 路上行人匆匆 都在赶路 避免雨下大 这个时候我才敢哭 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 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没什么人了 我朝着脏屋的垃圾桶伸出了手 又臭又刺鼻的气味不断往上冲 翻了好几遍 里面还是没丢我扔的手表 我咬着唇 想给当时扔表的自己一巴掌 卖了也能有几百块钱 找了几个小时 垃圾桶的每样垃圾我都翻了一遍 没有表 我失神落魄地往家里走 这时候街上已经什么人了 雨很大 打在身上已经有点疼了 回到家时 我爸还没回来 往常温馨的家 现在我只觉得冰冷 我等啊等 最后只等到一个人急匆匆地来告诉我 你爸跟你妈跳河了 那年 我高三 失去了双亲 成为了孤儿 八年过去了 我依旧无法忘却那天的事 我从床上坐起来 按开手机 发现才四点 我对着空荡的房间 委屈地喊了声 爸 妈 如往常一样 没有任何回应 我低下头 八年来 他们一次都不肯来看我 我的梦里只有陆祥嘴角擒着笑 眼神戏谑 笑着问我 要脸吗 沈希 每次我大声说我要脸的时候 梦就醒了 再也睡不着了 索性起床收拾东西 当年麻木地给爸妈办完葬礼之后 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到了一个新城市 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又要念书又要打工 过得真的很苦 但我不敢让自己停下来 一停下来 我就想哭 去医院看过 医生说我中度抑郁 需要有个人带着我从那天走出来 可是没有那样的人 离开了八年 近几年我越发想回去了 想去看看爸妈跳的那条河 想跳下去问问 为什么他们这么狠心 我真的累了 反正都要回去 当年班里的那些同学 我也不排斥了 所以班长问去 不去同学聚会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说去的 我在群里已经八年没 有发过言 同学也都被删干净了 包括陆翔 买了最早一班的高铁 我的心情很轻松 八年来 没有一天 比现在更加轻松 我欣赏着窗外的美景 笑着和旁边座位的小情侣说话 女生说 姐姐你不知道 当时我追她可难了 她有好多女生追 但我坚持了两年 我现在要带她去见我爸妈 姐姐你这么开心 是不是也是回家 我觉得要见爸妈的路上风 都是甜的 我沉默了片刻 随即扯出一抹笑说道 嗯 我也回家 回家 见爸妈 后面的话 我说得很小声 只有我自己能听到 但是这句话取悦到了我 我马上就能见到爸妈了 一路上我都哼着歌 下了高铁我直接去了班长订的地方 到的时候人都到得七七八八了 我一进去 里面瞬间安静 我自顾自地坐在了离门最近的地方 我收起脸上的笑 班长推了推眼镜 打破了沉默 沈溪你来了 我点头 以前跟我不对付的女生王立音 杨怪气地择了一声说道 哟 这不是最难请的沈溪大学爸吗 看见你这张脸 我都扫吃一碗饭 谁给陆祥提个醒啊 今天别来了吧 我当时退学没人知道原因 但是我喜欢陆祥 给他送礼物这件事 他们都知道 坐在王立旁边的女生 拉了拉王立 班长也皱着眉说 你扫说几句吧 陆祥找了沈溪八年 告诉他 他只会开心 王立扑吃一笑说道 陆祥善良 谁知道不喜欢一个人 也要道歉啊 找了八年 也不过是想找沈溪道歉 不喜欢一个人有错吗 谁不知道 沈溪因为陆祥给他难堪转学啊 你这说的像是陆祥喜欢他一样 陆祥不是有喜欢的人吗 听说那人是个白富美 沈溪除了长得好看 哪点值得惦记 残疾的爸 穷的家徒四壁的家 得了吧 王立越说越过分 其他人都皱起眉 我站起身 表情没有气愤 我不吃饭 你不用担心 自己吃不下饭 我来只是想看看大家 现在看了 我就走了 说完这句话 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班长追了出来 他拉住我的手 表情认真 陆祥真的找了你八年 你不等他吗 陆祥的样子 出现在我脑海中 很帅 眼睛很好看 但看我时 毛子没有一丝感情 嘴角琴着一丝嘲讽的笑 我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我赶时间 你见了他帮我说声对不起 真的 很对不起 班长僵在原地 离开之后 我买了很多纸 在爸妈的坟前 烧了很多很多 多到一百年花不完 烧完纸后 我又回家看了看 家里各处都落灰了 我没清理 也没动家里的东西 在门口待了好一会 天色已经全黑了 农村没有灯 我点开手机 一看快十一点了 我打了个车去景江 晚上的景江很平静 街边偶尔几个摩托车经过 都是外卖员 我拉着行李箱 在桥边驻足 没人注意我 因为我拉着行李箱 他们都以为我走累了 在桥边歇会 我一直等到了十二点 周围再也没有一个人经过 我写了张纸条在行李箱上 毅然决然地翻过栏杆跳了下去 跳下去的瞬间 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 我听见了陆翔的声音 妈的不准跳 沈西 失去意识的时候 我好像又看到了 陆翔穿着高中校服 靠在走廊灯栏杆上 外套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 嘴里叼着棒棒糖 眉头微挑眸中带着笑意说道 哟 这不是学尾吗 高一时 我就听说过陆翔 班里的女生 每天都会讨论陆翔 因为陆翔长得实在太帅了 本身长得白净 五官轮廓利落分明 言尾很长 笑起来时 添了几分勾人的意味 桀骜又张扬 高二分班时 我和陆翔分到了一个班 他坐在了我的后面 下课的时候 我的身后总是围了一堆人 叽叽喳喳的 我的身边从来没有围过这么多人 我不习惯 就拿着满杯的水杯 假装出去打水 实则躲在了后门边上 然后我就听到了他们讨论我 你说老班啥心思 明知道我们翔哥喜欢美女 周围的女生居然只有学尾 老班太狠了 谁不知道高一的时候 翔哥交往过多扫小美女 现在也不是不让翔哥接触女生 这不有学尾吗 说实话翔哥 我从来没见过学尾这么土的人 这年头谁还戴小方矿眼镜呢 刘海又厚又长 校服穿得一丝不苟 太像个老学究了 翔哥 这不能起心思吧 这句话说完 周围传来了一阵嬉笑声 去你妈的 这句话是陆翔说的 声音带着变声使气的沙哑 但很好听 接着他痴声一笑轻声说道 我陆翔有那么不挑吗 我微微一愣 看了看泛白的鞋和笑裤 突然有些难堪 我低下头 直到他们结束这个话题 才默默回到座位上 下课时 我的座位每次都不属于我 总有不停的女生来找陆翔 陆翔总是来者不拒的 后来 学校多加力节游泳课 泳衣是订购的 一套180 下课前老师吩咐我 这个钱就由学尾来收 王力轻声一笑 举手问道 老师 谁不知道沈西家里穷 这钱交给沈西部合适吧 我的手钻得有些紧 高一的时候 王力就跟我不对付 没想到高二分班 我和他又分到了一起 要说我和王力之前 倒也没有大仇 只不过王力看不惯我罢了 我禀得多一事 不如扫一事的原则 刚想开口跟老师说 要不然就算了 这时 一双骨节分明好看的手 忽然伸到了我面前 诺 学尾 我抬头一看 陆祥俯视着我 一双毛子好看极了 我一时有些呆愣 兴许是愣住的时间有点久 陆祥旁边的人对了 对他轻挑笑道 得 又迷一个 听到这句话 我回过神来 陆祥却突然俯身靠近我 我的瞳孔放大 他笑得脾气 轻声在我耳边说 我知道我很帅 但是学尾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垂下了毛子 拿过他手中的钱后 转过头和他对试点头轻声说道 我知道 陆祥一愣 挑眉说道 那就好 好好学习 学尾 说完 陆祥只起身子 抛着篮球出了教室 班里其他人没听见陆祥和我说的话 只知道陆祥好像对我挺好的 所以他们都把钱交给了我 王立不情不愿地把钱给我 还警告我 你离陆祥远一点 也不看看你什么家庭条件 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没搭理他 默默把钱收齐 然后又拿出生活费 交了永衣钱 数了数 钱够了之后 我马不停蹄地交给了老师 中午刚放学 等我交完钱 他们也就吃差不多了 我从包里拿出馒头 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啃了起来 满脑子都在想 怎么找个兼职赚生活费 这笔钱如果找爸爸妈妈拿 他们肯定会给 但我不想 啃到一半的时候 陆祥进来了 看见我 他有一丝惊讶 我只看了一眼 就垂下了毛子 默默啃着馒头 陆祥静止走向了座位 忽然 他戳了戳我 声音沙哑 吃完了吗 学为 我看着还有两口的馒头 一把塞进了嘴里 转头沉默地点了点头 他侧过身 一把将校服撩了起来 腰上一大片 擦伤还在渗血 他歪头朝我笑道 帮我上个药 行吗 我快速嚼巴嚼巴 嘴里的馒头 点头轻声说道 好 我走到他旁边 蹲了下来 翻着口袋中的腰皱 没问道 怎么不买点服 酒精会很痛 陆祥轻声一笑 真男人从不怕痛 陆祥话音刚落 我就用棉球 沾上酒精 擦拭着他的伤口 撕我抬眸 看向陆祥反问 真男人 陆祥俯视我一愣 随即笑了一下说道 学尾 你睫毛真长 语气极其吊儿郎当 陆祥只是随口一句 我很明白 我垂下眸子 手下的动作 却更加重 陆祥没出声 但腹肌却帮硬 所以看出来陆祥很疼 实在忍不住了 陆祥咬牙切齿地说道 真疼 你轻点 我动作一顿 下意识朝伤口 轻呼了一口气 吹完我愣了 陆祥也愣了 然后我们谁都没再说话 给陆祥上完药之后 我和他的关系 依旧如同陌生人 下课的时候 我甚至能看见 他送别的女生回宿舍 我们宿舍门前 有一棵很大的树 陆祥和那个女生 站在大树下 那个女生长得很好看 是高三的学姐 她点起脚朝陆祥嘟着嘴 陆祥俯身时 忽然朝我这里看了一眼 我连忙偏过头 陆祥转移了视线 她只是俯身捏了捏那个女生的脸 笑着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对陆祥多几分关注 躺在宿舍床上 我想了想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我喜欢她那张脸 就这么看看也是好的 后来 陆祥和别的女生走在一起 被我碰到的时候 我会很快走到 看不见陆祥的地方 或者远远地走在后面 头都不抬 我觉得这样 就不会冒犯陆祥 陆祥在一次受伤的时候 他提着要来找我 这一次是手臂 他一只手撑在客桌上 朝我扬了扬受伤的手臂 眨了眨眼说道 学尾 我刚拿起袋子 就发现高三那个学姐来了 我从座位上书地坐起来 头撞到了陆祥的下巴 学尾 想我死我不用拿头撞吧 万一傻了 说着 他朝我的头伸出手 我往后一躲避开了陆祥的手 眼看学姐的身影越来越近 我匆忙地朝陆祥拘了个躬然后就跑了 陆祥留在原地 表情有些晦暗难明 泳衣到了 下午第一节是游泳课 大家都换上了泳衣 我从来没穿过这么暴露的衣服 在泳衣外面套了肩外套 唉 我靠 翔哥有大长腿 听见这个声音 我扭头四处找 然后那个声音又响起了 带着十足的惊讶 我靠 居然是学尾 我才意识到他们讨论的是我 我局促地拉了拉伸上的衣服 我和陆祥的视线对上 下意识将陆祥 上下打量了一番 泳衣很紧 印出快撞分明的腹肌 肩宽腰窄 典型地到三角身材 不过 他看起来有点不爽 我垂下头 也是 陆祥不喜欢我 应该也不喜欢我看他 集合时 老师见我戴个眼镜 皱着没说道 你没去配有杜叔的泳镜吗 这样你怎么游泳 一点常识都没有吗 王力笑了一声说道 老师你还真就说对了 他爸是瘸子 他妈小学都没毕业 家里穷的能不能填饱肚子 都是问题 老师 你让他怎么知道 游泳还要配泳镜呢 王力看着是在为我解释 实则把我的家庭状况 说得一清二楚 老师一脸惊讶 随即沉默了一下 干巴巴地说道 你 尽是不深的话 把眼镜拽了也行 王力又举起了手 老师他是学霸 每天都看书 尽是能不深吗 这时 陆祥不耐烦地 则了一声说道 就你他妈长了嘴 吵不吵啊 王力难看得脸都红了 但也不敢反驳 只是哑了声低下头 老师也不再提这件事 下水的时候 我才把眼镜摘了 因为高度近视 我自己一个人在旁边 生怕撞上了谁 不想归不想 我在练习的时候 还是撞上人 因为没有戴眼镜 在水中 眼睛都睁不开 所以我出了水面 首先入眼的是 一片腹肌 我连忙道歉 对不起 你没事吧 道完歉 我视线上一响 看看是谁 视线对上一张 似笑非笑的脸 学尾 我的双眼瞪大 脚下一个不稳 直接没入了水里 这时 一只手将我低溜了起来 我大口呼吸 看着眼前模糊的陆祥 胸口一阵起伏 陆祥又凑近了些 细细打亮着我的脸 随即笑着说道 学尾 你是不是有什么 审美怪癖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陆祥俯身在我耳边 轻声说道 我收回你不是我 喜欢的类型那句话 我愣了 耳朵迅速变红 直到整张脸烫的难受 从他手中挣脱 我狼狈地游向了岸边 戴上富有安全感的眼镜 然后长舒一口气 扫视了一圈 游泳池眉 有了陆祥的影子 我脸上的红韵渐渐退去 心跳也恢复正常 别信 陆祥逗你的 我在警告当初的那个我 但他听不见 而我 醒了 我打亮着房间 很简洁 只有一个电脑桌 一把电竞椅和一台电脑 身上的衣服换了 没死成吗 我扯出一抹苦笑 昏昏沉沉地走出房间 发现一个女生 正靠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高兴的时候 还顺手拿了桌上的苹果啃了起来 看起来这里应该是他家 可能是他救了我 我刚想谢谢他 他皱着眉头站起来 表情瞬间变得不太好 试问我 你是谁 为什么在陆祥的家里 我正愣住了 他说了什么 他说这是陆祥住的家 见我愣住 他双手环抱走到我面前 喂 问你话呢 你为什么在陆祥家里 还睡在他的房间 女生的脸色很难看 露出了湛有欲的眼神 我垂下眸子说道 我和他不认识 他救了我 你是他女朋友吧 替我谢谢他 我这就走 你是得赶紧走 我走向角落的行李箱 出门时 眉看住撞了个人 很硬 撞得我脑袋生疼 我捂着额头 抬眸道歉 在看清陆祥的脸后 瞳孔放大 脚步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两步 陆祥眉怎么变 唯一变的 便是退去了少年气息 变得更加成熟 有韵味了 他手里提着菜 视线一道 我拉着行李箱的手 痴声一笑 怎么 又想去跳河 我看着陆祥 这次没有避开他的眼神 轻声说道 陆祥 我爱着你了吗 听到这句话 陆祥的表情 有一瞬间的证然 回过神来 他问 沈西 吃饭腰 我摇头 不吃了 赶时间 陆祥垂眸 提着菜的手攥紧 不死刑吗 我抬头认真的看向陆祥 说道 你不该救我的 我只是 也想有个家 陆祥眼眸一亮 随即我又说道 有个我爸妈在的家 虽然我爸是瘸子 我妈得病 但你们死也不想遇到的家庭 是我日思夜想的 陆祥沉默了 我往外走 陆祥一把拽住了我的手臂 说道 沈西 我要结婚了 我一顿 轻叹了口气 是吗 那恭喜你呀 你会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陆祥转头看向我 那双眸子和以前一样 急剧迷惑性 是有了我 你的婚礼才完美吗 我反问 陆祥看了我许久 薄唇微奇吐出一个字 是 我冲他一笑 语气轻快 那就参加吧 不给你留遗憾 什么时候 一个月后 好 我答应了陆祥 在这里租了一个月的房子 高中时 我以为陆祥也是喜欢我的 所以 我攒了好久好久的钱 给他买了手表 但是事实证明 这就是我一厢情愿 是一段让人难堪的暗恋 现在陆祥要结婚了 我会亲自给自己年少的暗恋和人生画上句号 隔天半夜 陆祥敲着我的门 我打开后 浓厚的酒气扑面来 下着雨 它浑身都湿透了 陆祥将我一把搂在怀中 头埋在我的井窝里 瞬间我感觉 井窝湿了一大片 陆祥侧身在我耳边轻声说 沈希 我找了你八年 你愣是一点信息都没透露 你恨我吗 陆祥的语气有些委屈 说出来的话 也有些口齿不清 我偏过头说 陆祥 你喝醉了 陆祥只起身 拿出一块手表 我微愣 这块表 是我当年扔进垃圾桶的表 我找到了 你不要再扔了 我低头轻声说道 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别留着了 陆祥的呼吸微沉 忽然捏住我的下巴 逼迫我抬起头 眸中迸发出强烈的战友欲 下一瞬 她的稳重重落下 声音低哑 伴随着含糊不清的话 沈希 我后悔了 不该吃醋 我瞪大了双眼 刚想后退 陆祥摟着我腰的手用力 强势扣住我 不让我后退 直到我和他贴在了一起 陆祥的舌尖 撑开了我的牙关 用力往里探 双手禁锢住我 不让我有半点退缩的余地 一点一点地 让我沾满酒的气息 滚烫又炙热 高中我想了很久地 稳在这一刻实现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陆祥 忽然笑了说 陆祥和我睡一觉吧 人怎么能光得到不复出呢 高中你逗我 就像看耍戏的猴 猴也是会累的 给点甜头 才会继续表演 你说呢 陆祥 陆祥簇着眉 伸手俯过 我脸颊边的碎发轻声道 沈希 你生病了 明天跟我去看医生吧 嗯 陆祥的语气 可谓是温柔到了极致 我歪头 看见了跟在陆祥身后的女生 下着雨 她就这么安静地 站在陆祥的身后 当时我觉得有些陌生 现在却想起来了 她和陆祥是同个世界的人 两人从小一块长大 不过 她不认识我 也不知道与陆祥有关的所有女生 自从游泳课后 陆祥就像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 总是爱逗我 做题时 陆祥靠在窗口 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练习测条砍道 学尾 还学呢 我结结巴巴地说 要考试了 旁边的人笑着说道 祥哥你老是逗学尾干什么 看给人家都逗紧张了 陆祥挑着没凑 静看着我的脸 边看边说道 我看看 我一直低着头 打篮球的时候 陆祥拒绝了其他女生送的水 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哈 我们班学尾给我带水了 我哪会给他带什么水 听到后跑着给他买水 后来运动会的时候 陆祥带了一个女生 那期间 陆祥甚至没有给我一个眼神 我看见他红的那个女生 小姑奶奶 我上哪给你找伞啊 晒会不行吗 那个女生白白的 很好看 我沉默地递上了自己的伞 那个女生都没看我一眼说道 太丑了吧 我不打 谁爱打谁打 陆祥把伞扔给我说道 行行行 不打就不打 我不去打篮球了行吗 姑奶奶也不会被晒到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陆祥哄着别人 沈西 陆祥叫着我 我回过了神潮他疏离地点着头 我会去看医生的 在你婚礼前 我保证我是健康的 陆祥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毁了你的婚礼 请你放心 你走吧 陆祥本来就在门口 我只将门一关 就隔绝了陆祥和那个女生 陆祥敲着门 喊着 沈西 沈西 然后 我听到了女生的声音 听不清 但陆祥没在敲门 我吃了几粒药 躺在床上 忽然梦见了爸妈 高二暑假 家里收骨子 王力为了让我难堪 号召了班里大部分人 来帮我收骨子 我爸和我妈 拿出最好的吃的 来招待他们 爸妈没看见他们眼里嫌弃的眼神 但是 我看见了 陆祥是第一个说话的 叔叔 这鱼好吃啊 野生的吧 我爸笑咪咪地点头 室内合理多 我缸里还有几条 你们拿回去吃 陆祥吃得开心 吃完就去帮忙收骨子了 他不会 我就教他 他笑咪咪地捏了一下我的脸 说道 沈西 你会得真多 说完就默默干了起来 其他人干了会就不行了 开始玩起了别的 见此 我跑到小卖部 买了一大袋冰棍 拿回去发给他们吃 王力双手环抱 我们给你干活 你好歹也请我们吃点好的吧 这么便宜的冰棍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我一顿说道 这个解渴 整个过程中 只有陆祥干的最多 我爸直夸他 其他人陆陆续续都走了 只有陆祥干到天黑 天黑了 陆就不好走了 我爸说 小伙子 住一晚再走吧 我让小芝 给你收拾个床铺出来 我的房间在二楼 陆祥在二楼阳台打地铺 房子不隔音 我能听见陆祥 翻来覆去睡不着 于是便点了文箱送过去 我刚走到他身边 他就睁开了眼睛 笑着说 怎么 学尾想趁我睡着 对我做些什么事 我把文箱放下 蹲下身轻声问 是不是身上疼 陆祥养得金贵 什么时候干过农活 即便他不说 我也知道 他肯定是身上痛 飞夜中 我看不清陆祥的表情 他沉默了一会 哑着声音说道 是疼 我搭上他的手臂 我给你揉揉 揉开了就好了 我默默给陆祥揉着手臂 感觉到他身上的温度 越来越高 我问 你热吗 他倾咳了两声说道 不热 学尾你真会揉 我感觉好多了 沉默了一会 我向他道谢 陆祥 今天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和我爸妈 还交说好多天 陆祥忽然一只手 扣上了我的后脑勺 将我压低了些 我能看清的 就是他的那双眼睛 眼神灼热 他问 能亲一口吗 我愣住了 但是点了点头 我点头后 换陆祥愣住了 他放开手 我开玩笑的 我手上的动作没停 执了一声 高三开学时 陆祥对我冷淡了些 我已经在攒钱了那时候 我想着 就算是报答陆祥帮忙 因为我成绩好 经常有人找我问问题 其中有个人叫于杰 一天能找我七八回 陆祥经过时 阴阳怪气地笑着说 于杰 你把学位当免费老师了 接着他俯下身看着我说 沈希 靠这个能发家致富啊 语气有些讽刺 我皱着眉头 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他了 但我没开口说话 直到我把攒了很久的钱 买的表送给陆祥 那天早退听见了陆祥的话 我才明白 陆祥好像 一直都没看得起我过 他对我就像逗小猫小狗 高兴了逗逗 不高兴了就晾在一边 根本没有什么感情 起床后 我去了医院 医生问我 什么状况 我说 之前被确诊的中度抑郁 医生常舒一口气说道 中度 还可控 再做个检查吧 我点头 拿了检查单 但中途忽然间反悔了 于是就走了 刚一出医院 就碰到了 等在医院门口的陆祥 他朝我走过来问道 检查了吗 开了什么药 我有些厌烦 但还是笑着撒谎 什么都做了 医生说我状态很好 陆祥皱起了眉头 沈希 你知道吗 你撒谎时 眼神格外专注 我收敛了笑容 台湾问道 陆祥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对我这么上心 你女朋友知道吗 我能问出这句话 就不怕陆祥会嘲讽我 可陆祥的话 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他拿出了一根烟 点燃吸了一口 笑着说道 嗯 喜欢你 陆祥的声音 在我耳边炸开 我只震惊了一秒 随后笑着说道 我不喜欢你 陆祥 我知道 我在追你 陆祥碾灭了手中的烟 那你和我一起去死吧 陆祥 我助力在原地等陆祥的答案 他看了我很久 久到我没了耐心 刚转头 身后就传来陆祥的声音 他说 好 接着 他拉着我的手问 你想怎么死 跳河吗 还是跳楼 我沉默了 你还要结婚呢 陆祥 可陆祥像是铁了心似的 他痴声一笑 结婚本来就是为了留住你的骗局 我结什么婚 跟谁结婚 那个女孩呢 你说江雪 陆祥问 我点了点头 原来那个女孩的名字叫江雪 陆祥揉了揉眉心 她是我哥的女朋友 我去抢不好吧 那个女孩是陆祥哥哥的女朋友 但你分明对她 我话没说完 陆祥去笑了笑 能不好吗 我哥真揍我 都说到这了 索性都说完吧 昨天晚上他来找我 就是来劝我的 还有当年我 是因为吃醋才那样说的 你送的礼物 很好 我有些恍惚 仿佛看见了高中的陆祥 笑着跟我说 雪伟 这表 好的很 说开之后 我心里的屏障 本该破开 可我依旧感觉很压抑 我推开陆祥 表情认真 可是现在的沈西 不是当年的沈西 你走吧 陆祥没走 只是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 我有些不耐烦 你这样会耽误我找男朋友 我只想陆祥不在身边 至于男朋友 都是没影的事 但陆祥依旧死皮赖脸地 跟在我身边 沈西 我和他一起 伺候你不好吗 我的脸有些红 随即冷笑道 你还有腹肌吗 拿什么跟人家争 靠脸皮厚吗 陆祥聊起衣服 拽着我的手 狠狠地摸了上去 上下滑动 哑声道 有吗 多摸摸 我想缩回手 可陆祥却不允许 甚至拉着手往下移 他朝我笑着 凑近我耳边说道 第一次游泳的时候 就想这么干了 陆祥不要脸的程度 日渐增加 每日都陪在我身边 肥带我去好多 鸡脚嘎啦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共性就是 都是白白地方 你什么时候信这些了 还信得很杂 他嘿嘿一笑说道 希望他们都保佑你 我愣住了 陆祥就这么缠了我一年 我妥协了 和他迅速领了证 陆祥的爸爸妈妈 对此一点都不关心 陆祥笑着和我说 习惯了 从小到大 我和我哥 他们谁都没管过 给点钱给口饭就行了 我才知道 陆祥的爸妈感情很不好 陆祥爸爸在外面养小三 妈妈也有自己的情人 两人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 要不是为了公司 两人早就离婚了 幸好陆祥还有他哥 后来我每天都和陆祥 开心地待在一起 笑的时间很多 但是我知道 我的病其实没有好 我偷偷去检查了一次 医生说是重度抑郁 已经有些日子了 我出现了严重的 躯体化反应 但我都在陆祥面前藏着 直到我无意识吞了 大量的安眠药醒来之后 陆祥红着眼眶 守在我的床边 他蹭着我的手 沈希不准死 陆祥出去给我买饭的时候 江雪来了 他看着我攥紧了拳头 轻喝一声说道 沈希 你知道陆祥的哥哥 在他高三代年去世了吗 就算是你可怜陆祥 别去死了行吗 他没说过 我轻声说道 江雪扭过头 他为你考虑 不想让你可怜他 他想治愈你 谁来治愈他 他总是这么傻的 此刻 江雪的眼里有爱意 江雪爱上了陆祥 我看向他 你会治愈他的对吗 江雪表情一沉 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道 我可以的话 这八年来 早就没有你的事了 他只把我当嫂子 沈希 他非你不可 听完江雪的话后 我努力接受治疗 刚开始 成效并不明显 陆祥知道 但他不说 深夜 陆祥试探了我睡眉 睡熟之后 稳着我的额头说道 沈希 要是辛苦的话 就离开吧 我会去陪你 我闭着眼睛 眼睫乱颤 陆祥抱住我 一遍一遍 抚摸着我的被安慰我 那一晚 我和陆祥 似乎都打定了一个主意 既然真的痛苦 那就一起去死吧 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的时候 我忽然猛地呕吐了起来 去医院检查后 报告单显示 我怀孕了 胎儿目前已经有四周了 我愣了 陆祥也愣了 此刻 我心中的屏障 好像突然破了 转头和陆祥相视一笑 在夕阳下牵手回了家 陆祥激动地摸了摸我的肚子 然后说道 钓鱼吃吗 沈希 我仿佛看见了爸爸笑咪咪地说话 妈妈温柔地听着 我点了点头轻声道 吃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